上次台风昌宏登陆台湾只有轻轻扫过 但是就为东北角地区带来了大风大浪 强烈的风浪甚至打到道路上影响了行车安全 面对苏迪勒台风即将来袭 今日议员李一齐服务处公路总局等单位 就针对几处容易浪袭的路段 沿上放置消不快的可行性 昌宏台风在7月初来势汹汹 东北角迎风面瞬间风势和雨势打得吓人 浪花可高达四五层楼高 也造成台二线多处积淹水 也直接影响到公路上的行车安全 包括我们瑞宾 水南洞 包括我们鼻头地区有三个地方 经过我们地方百姓的通知 我们这边在上一次的台风 它只是边缘经过边缘扫过我们东北角 那就已经发生长浪 浪急到路面上 那影响行车安全 议员的一起服务处主任表示 今天到现场会刊虽然是风平浪静 但是透过照片就可以清楚看到 上次昌宏台风所带来的威力 好几台车几乎被海水淹没 让驾驶人几乎是措手不及 因此认为应该在一遭浪袭的路段 岸边放置消波块减缓冲击力 那为因我们大概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可能我们台风就会进来 那因为它可能是会中心会登陆 那所以影响会相当的大 那整个浪可能打上来的面积会更大 那所以我们今天先初步达成协议 我们要求我们全职单位 就是我们公路总局 在这两天台风来之前 先丢投资消波块 那减低那个浪级的一个冲击 那未来整个长期的一个计划 那医院就会再要求水利局 来整个针对这个状况来做一个改善 公路总局表示 为了公路行车安全 要求水利单位要放置消波块 以减缓浪打上岸的冲击力 而当风浪过大时 公路局也会派员指挥交通 以避免车辆靠近发生危险 杰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